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用阿狗杜來製作一個簡易的飲水系統 好 那我們先利用這個方框的工具 這兩個我們先把他固定住才不會掉下來 慢慢播放 這個就沒有掉下來 你沒有固定的話 他會像是有落體這樣掉到地上去 OK 那我們中間再畫一個矩形 那麼這個矩形呢 我剛好塞到這兩個長方體的中間 OK 那我們再畫一個矩形 做一個連桿 做一個連桿 這個連桿上面我們加一個軸層 好 那底下呢 我們再畫一個圓 再畫一個圓 那我們幫他打到下一個圖層 好 那這個圓上面我們一樣加一個軸層 先把這個縮小一下 這個軸層加進來 OK 加大一點的軸層 那這個材質我們 剛剛這個材質我們可以改變一下 比如說木頭的 好 剛剛這個連桿就可以 OK 這樣它拉長一點 這樣它拉長一點 那我們一樣在上面加一個軸層 加一個軸層 抖個軸層 好 那這個軸層我們 幫幫它加碼打 好,來測試看看效果 整組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移動工具 將它移下來一點 看看效果 好,可以 那接下來呢,我們 上面這裡我們再做一些布置 這一個 把它拿長一點 再到這一邊 好 上面呢 可以再 繪製一下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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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個我們都需要把它固定住,不然會掉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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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边这边我们就随意设计一下 这个我们也可以打斜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我们可以设计开口 那这里我们可以灌一些水镜啦 好来播放看看 刚刚这边有一个地方没固定住 这里可以固定住 那上面这边呢 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下 好来再播放一下 那这个水呢就可以从这边利用类似棒 这样把它引水引过来 简易的引水系统 那如果这边我们要再引过来 就是这边要等它满一点 才可以引过来 那我们可以帮马达的速度快一点 看看效果 那这边我们可以再加一个齿轮 让它放大一些大的齿轮 来看看效果 看看效果 看看效果 让这个方向改变一下 OK 所以上面的水呢 可以透过这个棒笔引下来 然后这边有齿轮风扇呢 再把它引到最底下来 那这边就是类似好像 下雨的时候可以除一些水 满一些水进来 满一些水进来 蛮有趣的齁 就是利用阿果杜呢 设计一个简单的饮水系统 那中小学生都很喜欢玩 这一个物理的模拟 谢谢收看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